那很多的臭宝在养花的过程中呢 再说植物翘光会有什么体现 可能其他时候你看不出来 我给大家说这个吧 这个叫白井归背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你像这种他 叶子就出现这种发褐色的往里面枯萎 包括这种看到没有 这种就是翘光的最明显的一个体现了 你要带紧的植物呢 其实就像我这个头发一样 我这个头发是黑色瘦的缺失 而他们是绿色瘦的缺失 这样呢 可以理解为叫白化病 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病 但是好看 明白了吗 好看 所以说物以稀为贵嘛 这种就被炒热上去了 在缺光的时候呢 它就会带泄掉这种叶子 你看 到后面我们新长的这一个叶子呢 光照给上了之后呢 就长得很好 那第二种的一个缺光体现呢 就是涂涨 就会长得过分高 你就我给你打个比方 就以我们这个道观性能为例 我们养了一点 我们这个地方的光照不是很够 它就长得会很高 很瘦弱 明白了吗 有话说 为啥 你听过一只红杏出墙来吗 为啥 因为它在院子里边 光照不行 它出去墙 它光照就很好 就包括那个飞蛾 铺火 它有那种趋光性 植物也一样 当它缺光的时候就想长高 长高了总能见到阳光了吧 所以说就会发现 它长得很长 很瘦弱 有点徒劳无功的生长 就称之为徒长 第三种的一个体现呢 就是不开花 或者是开花小 或者是 那个叶片长得过于肥大 都可能是缺光 你像正常来说 你要光照给足了 它花开的会很艳丽 当然这个也分品种 尤其体现在月季上面 月季敲光的时候 你怎么养都养不好 月季呀 三角梅呀 茉莉呀 枝子花呀 米兰呀 一些个很多 有很多这种 敲光以后 这就养不好 怎么养都养不好 所以说光照还是很关键的 有点话说 老花姨什么洗光 什么洗羊 大多的木本的官花的都洗光 大多的草本的官叶的这些个都洗阴 大多的哈 当然你上网一搜也能搜出来 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 尽量的维持好光照 这是第一大关 养花也是 最关键的一个点 绝不这些点关注希望能帮助到你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人意 白了错吧